國道發生了驚險的翻車意外 今天早上接近八點鐘的時候 一名駕駛行經國道一號南下九二路段 疑似左後輪輪才爆胎 整輛車失控 往外側車道衝 接著再撞上內側的護欄 還連續翻滾了好幾圈 車體零件四散 嚇壞了不少用路人 但還好駕駛只有縮腳擦傷 沒有大礙 深色自小客車從內側往外接 卻開始歪斜 大幅度往外衝 又失控 大迴轉 從外側 撞肩內側護欄 爆出白煙 車尾翹起 整台翻了 車身翻滾一圈半 一時止不住 又像陀螺般原地旋轉 車體零件撞飛掉落 揚起 大量煙塵 我就是聽到有很大聲的煞車聲 就輪開那種聲音 是幸好我覺得車子也少啦 不然他應該可能會被追撞之類的 前方民眾目擊翻車事故 車體180度翻轉 車上市民24歲駕駛 警銷搶救 車禍發生在18號上午 將近8點 疑似左後輪 爆胎釀過 胎幣的部分 會有一個很平整的 腫起來 那邊長一個腫瘤的樣子 那我們還是很危險 專家說一旦胎幣突起 或是胎紋不足 就建議更換輪胎 要是扎到釘子泄氣 胎壓不足 同樣得注意 握緊方向盤 不要慌張 在快速的情況下 爆胎的情況下 不要踩煞車 爆胎會慌 更得穩住 驚險瞬間 駕駛伏達命大 僅手部輕微擦傷 真的好險 記者柯成浩 高雄報導 記者 李宗盛 佛天國 姆佛